《流浪地球2》 这部电影在全球的票房收入已超过33亿美元 其导演有望成为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 四年前《流浪地球》在中国上映时 中国当时的科幻小说市场还比较不发达 影片的成功不仅有赖于科幻爱好者的支持 也有赖于观众对故事的着迷和感动 它不仅是科幻类型中的奇葩 更是符合我们脑海中先入为主和刻板印象的非商业大片 你显然是个科幻小说爱好者 因为你知道《球2》中讲述的场景发生在人类漫游地球之前 即使有人看不懂甚至想睡着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看到第二或第三次之后 它终于为许多观众点击了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 它需要更长的时间 许多人在电影制作之前就对导演的科幻概念值悲观态度 然而影片上映后 大多数观众都表示 画面绝对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总的来说 由于引入了刘德华扮演的全新角色 这部电影系列获得了新鲜素材 在电影中 它饰演的角色图横宇与女儿的对话发生在空中 这一幕犹如一颗催泪弹 让观众瞬间落泪 今天的票房却突破33亿 值得庆贺 尽管《流浪地球2》不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电影 但它的存在并没有白费 如果只是时不时的瞥一眼 你可能会觉得它只是一幅广阔的天空 令人印象深刻 但没有任何意义 《流浪地球》系列将作为中国科幻攀登高峰的影行者 和璀璨的北极星 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悠久的历史 并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一声会